其實現在虛擬社會連空大都有 所以呢 他們現在也有像這樣子的 這是他們的招生廣告 像這個就是虛擬人物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其實在 後面我也有介紹一個雲端的 你也可以像這樣用 就老師知道網路攝影機 因為你們現在都是筆電嘛 網路攝影機 待進來就可以 那下面這個呢就是 他們實際就有一個 這樣的虛擬助教 當然還是要真的演出啦 目前是 沒辦法 虛擬演出 但是他就是 這樣子上課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 有沒有 有一個虛擬的 跟老師在做對話這樣 實際上旁邊還是做一個人 還是一樣的 只是他沒有露臉 他露的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不好意思 現身 可以找代言人 這樣OK 所以 你看像這樣就很多 那另外像摩克斯 在大專院校 都鼓勵老師錄 雖然大家 願意錄的 那個比例非常低啦 畢竟對老師來說就是比較麻煩嘛 那高中子 其實現在也有 也有這個 摩克斯的課程 事實上是 都很不錯 那我之前呢 有錄那個KEMA 這個是跟中正大學 中心大學 幾個 無所學校 他們推動的那個 所以我有把它放在這邊 好 那所以你看到這樣子 你就發現說 其實 慢慢的 因為現在隨著電腦 硬體的 升級 軟體又 更新 日新月異 所以說其實 以前 大多數情況下 你需要像這樣的狀況 在攝影棚裡面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這個絕對效果 我會可以做更多 好但是呢 如果你都要那麼大陣仗 很辛苦呢 即使是像隔壁這樣小的空間 其實 也沒有辦法一個人完成 所以 因為 我的 狀況 我都已經很習慣一個人要 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完成 所以呢 我們 沒有辦法搞這麼大陣仗的 我們就透過虛擬的 好那我們這個 隔壁的5G 數位攝影盆 就是長得像這樣 所以如果老師你還沒有 去參觀過的 下午 一定會進去試看看 那 有這種虛擬攝影盆的好處是什麼 你可以像你現在看到一樣 就是可以全身的 整身褲都在我 就跟真正你在電視台上看到一樣 那我們現在用虛擬的 不會說不行 只是說 收音的話 如果你要這樣子 可能你就要再另外疊一個麥克風 會比較好 那就要有人幫你操作 因為這樣我的手就可能 不太方便去操作 電腦 所以大部分 我在使用 大部分都是 半身這樣子 就是半身進到我們的 虛擬攝影盆 那 這個是我在學校裡面 上課 簡單的 那我就會像這樣畫個兩個布幕 然後同學就來前面拍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 你有沒有發現 現場也沒有藍綠幕 沒有對不對 對 所以呢 各位老師 今天連這個都幫你省下來 所以我們今天是省錢大作戰你知道嗎 有電腦就搞定了 真的 真的 所以 這個是 很重要的 那剛剛我有跟老師介紹到的 就是 我有很多的 這個 OBS的教學 那在裡面 事實上 其他也很多 那這裡呢 也有 我準備了一些 虛擬聖本的 練習的素材 所以如果老師你待會 不想要上網找 也不想要靠AI幫忙 就到我那邊找一找 有一些練習的圖片影片你可以來參考一下 好 這樣 沒問題了吧 所以大家應該對這個我們的虛擬聖本稍微有點概念 其實老師你現在參加線上的應該也有發現 GoGoMeet是不是有虛擬背景 一樣的道理嘛 你家也沒有準備藍綠幕啊 對不對 就OK啦 所以 就看效果好或不好就差在這樣子